呵呵呵 因為最有影響的就是BPJT啦 最有影響的 那時間拖到這裡呢 我覺得GNG跟YY也有影響了 所以GNG跟YY現在可以手連著手 一起去抗議喔 就是時間拖太久了 要把蟲子再變成咪咪咪咪 對你也有影響 你有什麼影響 今天禮拜天 啊 啊現在YY又少一個 啊又要重賽了是不是 呵呵呵 看你拿了咧 是怎樣啦 呵呵 現在兩邊呢GNG跟YY 是呢在林屋堡這邊的進行第一波的波三喔 那我們看到進攻方這邊呢帶上的是 末刀喔三對末刀配上三對鐵浮屠 是少一個嗎我這邊沒有比錯嘛 還是沒有 畫面上 12345 12345 喔我看錯啦沒有少一個啦 斷三格 沒有吧 這是零武寶吧 這零武寶啦不要騙我 那防守方這邊是大斧哥跟女武神 有連回來嘛對不對 有連回來就好了 那防守方這邊呢他們帶上的是兩堆的蛋蛋兵喔 那基本上 YY他們這邊的配置呢是 主力由五星城牆兵 去做搭配跟掩護的喔 那進攻方這邊呢 其實兩邊都是帶上大量的 五星做主力喔 不過進攻方GNG是帶比較大量的末刀兵團喔 所以我覺得兩邊以質量 就是兵團五星質量的配置上來講呢 不會到差很多 但 我覺得打團的思路上來講呢 其實是蠻不一樣的喔 一個是用巨馬兵 的方式去跟你做互換 那另外一邊呢 是要用鐵斧圖跟 大斧哥的 傷害喔 去做一波輸出切開 神秀跑到這區了沒有 他應該是比賽的時候跟他們一起的喔 那比賽開始我們可以看到 進攻方這邊選擇的一個 右門進攻喔 那右門集結之後 他們直接回去換兵團嗎 還是要轉線 他們選擇在右邊的重生點 復活 派出了兩個武將拆門之後 復帥直接輪轉到了破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是有蠻多 這應該是他的兩隊喔 所以他們這一波的輪轉 是要看防守方站位嗎 這個其實我有點 不清楚 就他們單純是先 破這個小門門口之後 然後轉到這裡 所以是單純要破門嗎 這 我對於靈無寶的戰術 可能不太 沒有到那麼了解喔 所以在這個輪動當中呢 軍人區是把主力呢 全部的人都給集結在了 中間破口這個地方喔 那在中間破口 我們看到城牆下呢 他們是起了非常多的藍舊砲 那這邊目前正面是直接 起了三 三台 那防守方呢 他們現在的防守陣型呢 是帶上了大量的城牆兵 我們可以看到 女武神跟 大斧哥還有蛋蛋兵的一個 搭配喔 做一個站位 把陣型拉 開到的一條直線喔 基本上是覆蓋了整個範圍喔 去防止 GNG這邊做爬牆偷襲 那GNG這邊是有長槍在 上面喔 跳著跳著在看對方的佈陣喔 所以這一輪呢 我覺得至少在30秒內 應該不會進攻喔 應該是先用 器械做一個 戰損的 互換 那防守方這邊是一門器械都沒叫 所以現在目前是 單方面的器械轟罩 那就要看YY這邊躲 舊砲的 能力囉 就拉著你的 步兵 跳恰恰 那GNG這邊的他們的 舊砲掉點喔 他們採取的 部分 好像是一個 比較像是隨緣打法喔 因為他們其實沒有集中要打哪一個點 基本上就是往上打往上打然後 節奏上來講是 還好 然後看到YY這邊是不斷的上演 你丟我跑的一個 畫面喔 哇這一發被砸到了是砸到什麼 喔這鐵人還好 但是鐵人又被第二發了 漸漸的 GNG這個舊砲的節奏好像越來越穩喔 我們看到落點 基本上呢是 越來越近喔 那這給YY的壓力也會越來越大 我們可以看到 YY呢被炸的爆頭鼠串喔 哇這舊砲準度越來越高了 鐵人至少已經吃三顆了喔 呵呵呵 先鴻先鴻先鴻 先鴻把你打殘之後再一波集結上去喔 那我們看到在 器械壓制的同時呢 GNG是慢慢的開始往上推了喔 那目前踩在點上的是 瑞士配上了兩對大福哥跟一對鐵福徒喔 先卡在了中路 但是這個中路直接往下撤喔 因為 防守方這邊有反制嗎 也沒有 防守方這邊是用 火槍喔 他是用火槍在噁心你 那以上害性來講呢 我只能說火槍的傷害呢 對於五星來說 傷害不強但侮辱性極高喔 那在6分15秒的時候 雙方即將在A點這邊進行會戰 我們看到YY是把 兵團呢 全部都給往A點上帶了 那城牆下的這個舊砲也是不斷的在轟喔 那 隨著這顆投石車號角的響起喔 應該要開始接戰了 那我們看到這個投石車是直接砸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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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身上喔 那這個瑞士是被砸掉了大概三分之一對 那雙方 即將在 城牆上進行鋪毆 那我可以看到 這個蛋蛋兵喔是丟不上去的喔 所以目前呢 YY是有閃過第一輪的蛋蛋投石喔 那可不可以靠著這一波的空檔 進行一波反打 那在樓梯這邊呢 大斧哥是直接切下來喔 配上了鐵幅圖 但在另外一個部分 GNG是成功的踩上了左樓梯喔 那雙方目前在 A點的左樓梯這邊進行鋪毆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以站位上來說呢 YY這邊的站位比較好一點 那這一波能不能成功擊退到GNG呢 這投石車這應該 應該還好 那我們看到在第一波的會戰當中呢 YY靠著大斧哥開砍的能力啊 直接把GNG呢 上來樓梯的兵團呢 給砍爛喔 那這邊呢 我必須跟大家講喔 目前來講 這個版本當中呢 大斧哥大家可以去用一下喔 大斧哥以目前現在步兵體系來說呢 算是霸主喔 那我們看到呢 在第一波的互換當中 那因為GNG這邊帶的巨馬兵比較多 我們剛剛可以看到他們帶了很多莫刀跟 瑞士喔 那莫刀瑞士對上的女武神 配大斧哥還有鐵斧圖的這個陣容啊 會直接裂開喔 所以以目前的配兵上來講 YY剛才那一波的互換當中 其實戰損比呢應該是還不錯的 所以如果說這一輪呢 又能夠繼續保持兩隊大斧 配 女武神的一個節奏 我覺得這一波呢 進攻方這邊壓力也會很大喔 他的兵也算武將一枚 他大幅超硬的喔 開玩笑 那這邊的話 時間剩下4分22秒 GNG呢依舊是用著 氣蟹喔 進行反制 那這個部分啦 我覺得今天 YY的BANPICK 把GNG去逼到了零武寶藏地圖呢 其實是 我覺得是好的 因為GNG呢在前幾場比賽呢 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的配合 就15個人跟15個人之間的 大型會戰配合呢 每個節點都做得非常的好喔 但是在於 斬將能力上來講 我覺得 相比起來 YY這邊的斬將能力會比GNG來得強 所以今天報到了 10人的會戰 這邊我覺得YY可以打兇一點喔 運用一個斬將能力 去跟對方做互換的話 那可能會是 一個相當不錯的數字喔 那雙方即將在 A點的進行第2波的交鋒喔 那目前呢 YY是靠著 地形的優勢喔 去壓縮進攻方可以進攻的路線 那如果說剛才的打法又重現的話 我們看到目前 YY這邊是有兩隊大福哥 跟一個鐵浮塗還有女武神喔 所以如果又被卡在樓梯了 那這一波的戰損比 我覺得會跟剛才差不多喔 那這也是我覺得GNG他們需要去 找的一個破口 如果你一樣的是從正面上 你一樣是從正面上喔 你如果遇到了剛才我們看到的大福哥那個陣性 你基本上正面上 你從樓梯那邊是完全打不贏的喔 所以我們看一下GNG這邊會不會 轉點喔 但如果說單純在A點這邊轉的話 其實防守方 會全部看光喔 所以要看一下GNG待會的戰術是什麼 那以武將上來說 目前GNG這邊是 基本上都是中甲 比較多喔 所以 待會如何去扛住大福哥的輸出 我覺得是 去閃過啊 不是扛住 如果去閃過大福哥的輸出呢 我覺得是首要條件喔 那在比賽時間剩下2分23秒的時候 現在 時間的壓力對GNG來說非常非常的關鍵喔 因為 待會你要在這城牆上跳點 你又知道說對方帶出了這些噁心的兵團喔 就大福哥鐵褲這些 你光是要盤死他呢 就要花很多時間了 所以 你的跳點時間要去掌握一下 目前時間剩下2分07秒 那GNG這邊選擇第一波的 架點喔 我們看到瑞士直接架到了 A點上來 A瑞士配上了 墨刀喔 這就 跟我們剛剛講的一樣 你用 墨刀還有瑞士去架陣喔 大福哥跟鐵褲褲基本上是隨便砍你的喔 那靠著 冰 冰種的壓制喔 沒看到GNG這邊直接被 打殘喔 那比賽時間剩下了1分42秒 現在好消息是 目前GNG的冰團是有踩到了 樓梯上喔 但是壞消息是 歪歪歪這邊呢 第二波的冰團來支援的喔 那這一波他們帶上了瑞士配上了 瑪爾他盾劍喔 去進行的一波反打 那女武神甚至是追到了 點外去殺人喔 哇那如果說這一波斬將打輸了的話 那應該就要結束了喔 這個很難逆轉喔 因為 我們看到YY這邊是帶著女武神 去追殺武將的喔 所以你光是從下面走上來 至少要耗掉40秒 那你剩下20秒 你能不能夠去打下這個點 基本上是不行喔 所以這一波呢我只能說看看 YY這邊 會不會有漏洞被鑽到 如果說 這樣子 然後被逆轉的話呢 我跟你講 YY在 JC的家族呢 直接解散 呵呵呵 直接解散喔 那雙方剛才的比拼當中 我覺得 跟戰術其實 沒啥關係 主要就是配兵的壓制喔 因為你在這張地圖 我剛剛一開始就有提到嘛 就是他在這張地圖帶了大量的末刀 跟巨馬兵 我覺得 你打城牆戰末刀跟巨馬兵 是沒什麼用的啦 講坦白的 而且 目前版本的末刀呢 大家都知道 爛的跟鬼一樣 基本上任何的兵團都可以上去欺負他喔 所以剛才 GNG那邊配了大量的末刀 然後去保留到 官寧 一開始在講配兵的時候 不是覺得那邊很奇怪嗎 因為他們帶的土耕打 零武寶 老實說 沒什麼關係喔 那我們這邊 恭喜 GNG 不是恭喜GNG 恭喜YY成功的 1比0喔 而且 比較有優勢的是 因為這張地圖呢 是 GNG去選的 那下一張地圖呢 是YY選的決戰點喔 是在玄機層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 YY在玄機層呢 能不能夠 打出一個 不一樣的感覺喔 因為玄機層在 三軍跟一般工程呢 大家打法都差不多 反正就兩邊的樓梯嘛 那基本上主流是下右邊樓梯 右邊樓梯進去右邊進的補給打一波 然後接著進去反逼 但是那一張地圖呢 我覺得如果單純就只有這個SOP的打法 那基本上你遇到那種意識比較好一點的都很難打進去喔 所以我們今天呢也可以去看到可能YY對於玄機層他們有什麼特殊的戰術喔 那就以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目前來說的話玄機層呢對於進攻方的優勢呢就是在於說他可以進點的位置 左邊樓梯 中間樓梯跟右邊樓梯 三個樓梯的位置呢其實相差非常的大喔 而且兩邊都有 補給點 兩邊的補給點對於打B呢都是一個 能起到蠻關鍵的一個效果 當然左邊補給點一定是最好的嘛 那如果說進攻方可以去有效的運用在 這麼大的地圖範圍 去進行輪轉的話 那對於防守方來講會非常頭痛喔 而且 他 他到裡面之後呢 其實如果說你搶下城搶之後 你可以把裡面看成是一個瘟城喔 你全部的砲都可以做一個高對低的壓制 那對於防守方的站位呢 又是限制喔 所以 以玄機層張圖來講的話 輪轉如果打得好在B點打出優勢 本陣基本上大家也都知道你 玄機層防守方 你看到了本陣啊 你人也差不多沒了 第一個你前面的戰損可能被打崩了 然後第二個 你本陣那邊有四個地方可以繞進來 左邊右邊 前面跟 中間 四個地方都可以夾進來的情況下 對於防守方來講呢 會非常非常難受 而且他的那個位置呢 跟 B點的位置我覺得有點像喔 只是一個是 放大版一個是縮小版 本陣那個地方呢 也會被舊炮一直瘋狂掉 甚至神機五千影直接往頭上丟過來 都可以丟到 擬在裡面站位的兵 所以 待會呢 我覺得 這一把呢 YYY應該是 蠻有機會的 就看他們配合的 好不好 那以 配兵上來講的話 這一把 零五寶絕對是 我只能說這把零五寶是配兵牙子 就兩邊的兵團呢直接打了一個 康特跟背康特 但 我覺得GNG這邊 他們竟然選擇進攻的零五寶 然後 配兵 配兵拉出來是 長這樣的話又跟他們前幾把 不太一樣喔 就就就蠻怪的 所以可能他們比較少去打零五寶吧 那只能說可能YY這邊 BANPICK BAN的好 嗎 因為 因為今天是GNG把 登週成給BAN掉的喔 所以這個BANPICK呢我覺得 很有趣喔 你說今天YYY把 HERRY小燕BAN掉了 我之前打HERRY小燕有輸過嗎 我想一下 進攻方 好像沒有耶 但是他們今天主動把零五寶BAN掉了 那GNG打登週成有輸過嗎 好像也沒有 那GNG把登週成BAN掉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這個地圖的ban pick 比那個兵種的ban pick還要好看喔 所以我其實是蠻想 蠻想要知道說兩邊ban掉了自己可能 相對比起來比較擅長的圖 的用意跟感覺是什麼 OK那我們這邊稍微待 稍微等一下喔 等一下呢雙方的 呃 配置 看到上場十四老爺下歪了 不是 上場十四老爺他只要不要選擇進攻登周城 對對對對對 那他也不讓對方進攻登周城 因為我覺得GNG在登周城的那個 節點 就是我們講我之前一直提到的嘛 GNG的節點就是斷 斷點 有點有點有點像是 就是之前人家講什麼金流斷點 你要在哪裡做斷點啊 不要被追查到 我覺得GNG在防守登周城的那個兵團的斷點做得蠻好的喔 就是每一輪都保持著多打掃 然後打完就跑 GNG的打法呢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喔 多打掃 打完就跑 然後靠著後面的戰損消耗呢 不斷的去拿優勢喔 那這一個戰術我覺得在 登周城呢 會去發揮出最大的功用喔 因為登周城 第一個他的節點是城牆跟城下嘛 而且城牆跟城下你只要不崩的情況下 不會一波被推到最內側 沒有這個風險喔 所以你可能可以城牆拉扯一下 城下拉扯一下 中段拉扯一下 本陣拉扯一下 可以做到好幾個節點拉扯喔 所以他們今天把登周很BAN掉 我是覺得蠻奇怪的喔 OK那我們這邊稍微等一下 等一下雙方進行第二輪的會戰喔 那剛才是YYY呢 率先的手下了0-5吧 目前是1-0喔 是1-0X2 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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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乾脆 是1-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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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样比赛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开始哦 可能要再稍等一下喔 等一下 等一下 温度暖的 比賽開始喔 現在是1比0 外衛暫時領先 今天這張地圖是登周城 那我們可以看到雙方配兵喔 防守方這邊呢 啊? 剛剛不是黑輪小安嗎? 不是黑輪小安 剛剛他們是打狼雙地圖 選基層啦 防守方這邊是一個轉手為攻喔 老爺起的策略喔 哇 這個戰術鬼才 想到這個老爺起戰術 雖然說登周城已經看過了好幾次 但這一把呢 是玄機層喔 他直接一個轉手為攻 那進攻方這邊呢 帶上的是 瑞士四星兵團 瑞士巨馬陣喔 那鐵浮屠跟少量騎兵的 少量騎兵的戰術喔 哇 那今天呢 YYY即將去迎來 自己挖下的坑喔 自己挖下的坑 自己得要吞下去喔 這一把呢 要被轉手為攻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GNG呢 在 帶了大量的老爺起之後 是有三堆的女武神喔 跟一堆的蛋蛋兵 哇 那玄機層 看玄機層這個老爺起 噁心 但是沒有到 登周城那麼噁心啦 因為他只有單口可以出 所以說YYY能夠即時的去反應過來 架好的話 用頭石車不斷的往當口砸 我覺得是有機會去攔住這個老爺起的喔 就要看YYY的防守 YY的轉手反攻 能不能夠轉手為攻他的轉手為攻喔 哇 今天 今天這對擊真的很鬼喔 我只能說這張地圖用老爺起衝過來是蠻搞的 欸 YY這邊直接全部B點喔 一個13分推的一個陣型喔 那如果說這一波被YYY給推上了斷牆 那我只能說 轉手為攻策略沒有那麼好用喔 哇 那會不會是一個 YYY的小聰明呢 知道你會從那邊轉手為攻 所以我去側邊 那比賽開始之後呢 YYY這邊是有農民在 A點這邊做器械推進喔 那其餘12個人呢 是往B點的塔 進行進攻喔 那我們可以知道在B點這邊呢 是開始在換兵了 結局這邊呢是 直接轉手為攻帶了大量的老爺起喔 從A點衝出來 那接著呢 應該要搶下補擊點往B點壓 可是如果說老爺起在這裡往B點壓的話呢 有一個問題喔 就是第一個他們沒有另外一邊可以出來的門 那第二個 YYY如果上去踩住了 A點之後直接往下踩 打一個快攻喔 因為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GMG這邊全部都是馬嘛 那如果說他今天踩下A之後 進去把巨馬兵給架起來 那GMG的回頭救援其實會有點困難的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城牆上呢 不是CNC YY是已經有武將往A點上去爬了喔 那在B點這邊的抱團防守呢 是遼東在前面喔 遼東去抵擋住老爺起的弩劍 那背後可能會藏了瑞士喔 我們看到這遼東陣啊 擺得相當舒服喔 一個V字型 那在遼東的防守下 不過這邊防守方的舒然有點多喔 那這時候要看城牆上 這波應該是沒了 但是要看城牆上搶完之後 能不能夠去快速的搶到了誘補 然後直接架起來喔 那防守 進攻方這邊呢 直接一個 匈牙力衝穿了 後面的弩手 那進行第二波的 隨我返場之後 哇這一波GNG雖然是包圍了 定攻方的補擊點喔 但這一波的馬兵匈牙力喔 是刮得非常非常開心喔 我們可以看到 角皮是直接把 那個 弩手都給刮爛喔 哇那接下來呢 防守方要面臨到我們剛才提到的那個問題點喔 今天呢他們全部都在全馬的情況下 YY下了A點 A點下完之後呢 在B點那邊全部拉上巨馬 那巨馬這麼多情況下 我覺得待會的會戰呢 你被YY搶進去內城 那其實 很難打喔 要看一下YY在進城之後的 架陣喔 我覺得如果說看到外面這麼多騎兵的話啦 他們回去直接拉巨馬 把門口都給封住 然後去騷擾補擊點 然後往B點架 基本上會很好打 那剛才的兩波戰損呢 是977對上889 關門是一定要關門的喔 應該是已經關了 所以目前呢 GNG這邊呢 會變成只有武將能夠回去喔 武將回去的情況下 這一招呢 叫做關門打狗喔 不過呢 他的關門打狗 是把他們要打的狗呢 關在外面喔 呵呵 看 我覺得這個 這個戰術很好笑耶 GNG 把全部的老爺啟都給放生在外面之後 武將爬回去 補擊點 想要去做冰團的 想要把冰團換出來喔 哇 那這一波我只能說YY應該會一波的直接打到本陣喔 比賽時間剩下10分15秒 我們可以看到YY呢 自在跳捕喔 那另外一邊 後面進來的人呢 是直接往大本走 那帶大本的人呢 是拉上了騎兵跟斬將小狼兵喔 這邊直接踩上了大本 哇 我只能說這一波 我們看到兩個轉手圍攻喔 第一個是防守方的轉手圍攻 那YY這邊呢 用轉手圍攻的方式又轉手圍攻了一次喔 所以現在到底是誰轉手圍攻 誰在防止轉手圍攻 有人知道答案嗎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複製的 沒有他們複製的東西不太一樣喔 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這張地圖你要做一個轉手圍攻 你只有單口耶 這個是蠻奇怪的 他只有單口而已 然後他們做一個轉手圍攻 那要看在接下來呢 防守方這邊呢 能不能夠去打出一波繞背喔 把那個進攻方的陣型給破掉 有YY就有新打法 而且他的這個轉手圍攻 我覺得其實變相的 幫YY解決掉了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雖然說我們剛才提到的 在進攻方的 在進攻的時候 你有一個三個樓梯可以去做轉點去繞 但那個需要花蠻多的時間 跟防守方做一個博弈喔 但是因為剛才這一波的轉手圍攻 我覺得YY其實 有爭取到非常非常大多量的進攻時間 甚至連冰損都 都是 都是還不錯的 目前是882打829 但是因為防守方這邊拉度的騎兵比較多喔 所以他們原本的數量就會比較少一點 但如果說算上老爺騎的弩手的話 那其實以直量上來說 YY這邊稍微賺了一點喔 所以待會雙方在本陣這邊進行進攻 那我們看到本陣的部分呢 兩邊是沒有在本陣裡面做會戰的 因為我們提到本陣會被舊砲給炸爛 所以防守方把他們的陣型去拉到了另外一個 補給點喔 就是本陣的左補 那進攻方這邊呢在本陣的右補這邊 進行器械的護攻喔 然後不斷的在做一個冰損的 冰損的護換 那我們看到剛才因為防守方這邊帶出了大量騎兵喔 所以以冰損護換上來講他們只能夠打一波一波的衝鋒流 那這一波呢雙方在B點這邊 呃 不是B點 補給本陣又補的這地方呢打起來了喔 那靠著巨馬的優勢喔 是YY是成功的頂住了第一波衝鋒 但是第二波的騎兵又來了 第二波騎兵呢加上了老爺騎奴守的一個 支援喔 那正面的 巨馬兵呢是被射爛了 不過這一波呢GNG呢也是用了相當大量的騎兵喔去做互換的 所以下一波再拉出來巨馬兵再拉出來步兵的時候 我們要看一下YY這邊呢能不能夠成功的靠著巨馬的優勢往內頂喔 目前兵損是657對上656喔 那YY這邊巨馬兵剩下一隊威尼斯那隊友的支援呢因為補給點比較遠喔 補給點比較遠喔 所以在正面被踩爛之後 才抵達戰場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的反打呢其實GNG這邊呢我覺得打的 算是蠻有成績的喔 他們靠著他們不去本陣裡面啊當把子被用舊炮掉 他們選擇去左捕那邊去做一個陣地步防 那在陣地步防 進攻方把器械拉出來的同時 他們選擇了一波的馬兵衝鋒喔 靠著三路 三路包圍三路衝鋒的方式呢 去換掉了一波兵損喔 剛才原本是紅方這邊有680幾隻兵 那不是680幾 980幾嗎 680幾忘記了 反正原本呢是進攻方贏了大概100隻 現在反而是防守方贏了50隻喔 所以一來一往之下呢兩邊兵損蠻多的 但這一波啊我們剛才也有提到 在剛才那一波呢 防守方這邊其實繳掉了非常非常多的騎兵喔 那目前呢場上我們可以看到的大致上都剩下 農民兵了喔 那我們先找一下有質量的兵團喔 就有兩隊老爺騎一隊女武神 但老爺騎應該會是半殘老爺騎我猜 那其餘的基本上都是農民兵喔 那反觀進攻方這邊呢 他們是有兩隊瑞士一隊標記銀 一隊大輔哥 兩隊標記 哇這個光是標記有四隊喔 那還有其他 其他就是農民的 所以待會的兵團質量上來說呢 兩邊 我覺得進攻方如果可以去 限制住他的弩手發展 弩手的發揮 你不用清掉你只要限制住他可能你用農民 往他臉上跑過去 跟他堆 稍微推一下他的時間呢 對於進攻方的時間呢 我覺得會拿到蠻不錯的效果 那器械的部分呢進攻方還有四門 防守方剩下兩門喔 那以器械互換來說其實 防守方這邊換得非常漂亮喔 在器械數量輸一半的情況下 目前打到這邊只差了四門對兩門 其實沒有差很多喔 那也就表示剛才那波反場呢 防守方這邊是帶走了大量 進攻方的器械喔 所以他們進攻的 他們反攻的時間點 剛好是抓在了第一波 進攻方開始架好陣地之後 在架器械的那個時間點 直接進行一波反推 所以防守方相對而言喔 在本陣的這個固所當中 他們沒有被用 器械 去耗損掉太大量的兵團 所以這也是防守方把陣地去拉在左補的原因喔 因為你放在本陣裡面 你就是這個把子喔 你會被打爛 那比賽時間還有7分35秒 那這個7分35秒對於進攻方來說呢 至少還能夠去組織掉 最少兩波最多四波 的一個進攻 但是兵團應該不可能打四波啦 所以頂多呢還剩下兩波的進攻 所以要看一下進攻方如何靠著 走位喔 如果靠著輪轉 去把防守方的陣型撕裂開了一個破口 那比賽時間下7分13秒 我們看到YY目前是把兵團都從中路給拉過去了喔 那中路這邊呢是有農民配上了瑞士 那我們看到兩邊的農民在大戰喔 米蘿 不是米蘿 米蘭輔聖對上了四星瑞士喔 直接繞幹 沒有要接戰 那YY是不斷的進行輪轉喔 那這邊的話呢 如果說 我覺得其實YY呢 他也可以派人去騷擾他的佐捕 你不用打下來 就是你可能你 身上有雙刀嘛 我覺得這雙刀呢 如果說有兵的情況下 帶著兵團去騷擾佐捕呢 是不錯的 那雙方呢 在6分30秒的時候呢 在中路這邊進行會戰 那這裡呢 我覺得GNG啊 你讓他踩著佐捕啊 其實會有點 會有點麻煩喔 這裡的話呢 如果說真的要 打的話 我覺得至少要有一個人 去騷擾他的佐捕 那雙方在6分11秒的時候呢 YY直接選擇了 近中路喔 那中路進去之後呢 標記贏往前刷 基本上標記贏這一波刷得很爽喔 全部都是農民喔 直接刮起來 往左補刮 那YY這邊是 靠著兵團 質量的優勢喔 進去開始 大量斬將 我們看到右上角 全部都是YY在殺人喔 那這一波應該是沒了喔 那 玉靈標記贏進去之後 我們可以到瑞麗斯直接 踩到了本陣上面 那本陣踩完之後 標記贏又從另外一個口呢 撞進來 哇 那這個GNG相當的防守喔 這邊應該是 能夠提前恭喜YY了嗎 大家可以早一點去打三軍嗎 應該是可以喔 那這一波呢 靠著兵損質量的優勢呢 YY是成功的 第二波就直接推到了本陣喔 而且是用一個大量斬將的方式 擊潰了 GNG的防守喔 今天這兩場比賽真的是看得非常非常的過癮喔 但今天 GNG的 選圖 選圖跟選基層的這個打法我覺得 不像是平常的GNG啊 可能 我覺得真的要去討論的就是 GNG為什麼要把登舟城BAN掉 因為我覺得 登舟城如果放著讓對方選 你不選沒關係喔 因為你可能選的怕 選的怕被轉手為攻嘛 但是你不選 你讓對方選 那其實我覺得 登舟城 CNC的 防守也是做得蠻好的喔 只能說可惜了 我們這邊恭喜YY 成功的 2比0 晉級到了下一場比賽 那現在應該就是 兩邊贏了的人 就是CNC跟YY嘛 已經是保前三了 天下會擊霸第一名 擊霸是斯里嘛 斯里真的是 戰術鬼才是不是 這是他設計的戰術嗎 我覺得這把玄機城呢 他們 直接做一個 左捕 左捕的 強推喔 就是把人都往左捕上面去壓呢 成功的去躲掉了第一波跟對方互換耗掉的時間喔 而且把對方成功的騙到城外 去進行了一波關門打狗 把門關著去打外面他們要打的狗 打得很棒喔 恭喜一下 發錢 我先開遊戲喔